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走过泥地 跨过草丛 低头弯腰 钻过倒塌的大树 而目的地就是树林中一个废弃的地下通道 看起来非常阴森 据了解 这个地道建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由于已经废弃多年 所以地道已经成了壁虎的温床 地道的入口非常隐蔽 里头阴暗潮湿 城群的壁虎就把这里当成家 墙上圆圆白色的就是壁虎所产的卵 我的妈呀 真的很多 这个地道建造很牢固 而且相当的深 卫行男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深入地道内接受不同的考验 包括走在地道的尽头 在游戏板上签名和抓壁虎 真的是好恐怖哦 这次的考验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哦 是的 那参赛者除了要抓壁虎还有器皿之外呢 里面呢还有很多临场考验等着他们的 嗯 他们的表现都算在成绩里面 那分数当然是由两位专业的评判 Eddie跟重庆来评分哦 两位评判呢会看这个片段 然后根据参赛者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 展现出的勇气 机制 还有反应能力来给分的 在接下来这一关的挑战里 行男们必须走进地道 接受一连串的临场考验 同时还要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 然后他们还要抓至少一只壁虎才算过关 嗯 这一关一点都不简单哦 好 所以这个就给你们当生蛋以后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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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那个是空了啦 有啦 空了 没有啦 你不要再笑啦 我已经讲我很怕了 没有啦 已经放黑进去了 你怎么会跟哪里的小君 只有という 你东西 就可以了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